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古文教室 我是齐立峰老师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是一个 东晋的士人 他也是一个鬼故事作家 叫做甘宝 那我们知道讲到 中国古代的鬼故事 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 六朝智怪 六朝的人在写一些这种 就是神神鬼鬼的 这个故事 那但是呢其实 我们现在流传的六朝智怪 多半只剩下 禅篇啊我们现在是 从鲁迅的这个古代小说 《勾成》这个书 因为《勾成》就是打捞嘛 把一些作品把它打捞回来 那大部分的书 都已经网易了我们只知道说 曹丕的《猎异记》啊 《灵鬼志》啊这些书 那保存最完整的就是这个 甘宝写的这一本叫做 《收神记》 《收神记》呢现在保留20卷 但听说它原版是30卷 就更多 那它收集了一些就是 这种神仙方术的这个传说啊 鬼怪的传说啊 那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像是《聊在字易》啊 像是这个就是唐人传奇啊 这些作品啊 这些作品其实多少都受到这个 《收神记》这个体类的影响啊 那当然其实《六朝自怪》 我们说它是蝉虫小语 就是说它其实是片段的记录 它有点像那种史家的写法 那唐人传奇就开始有故事性 《逆事件》的一个世人 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个阴阳素素 就是这种《易经》啊 《补卦》啊这些事 那他的家庭呢 亲身发生了两件怪事 让他正式踏入这个《自怪小说》作者的这个行列 那首先第一个是说 他爸爸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很宠爱的悲女 那爸爸过世之后呢 他妈妈就原配啊 就心生嫉妒 就把这个悲女推到木门里面 强迫他生人殉葬 这件事我们在现在当然是不合法 那但是在古代其实也不合法啦 只是说 不太容易被查到 因为自家的悲女 有点算是自己家的柴货嘛 所以被 寄宪呢 大概警察也抓不到这个状况 那但是呢 如此过了十几年 然后呢 他们在开幕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悲女完全没有变 而且没有死 第一个没有死 而且完全没有变化 跟他刚被强迫殉葬的时候完全一样 那他这悲女就说 就说他这个 呃 那个 言其妇 长取其 饮食与之 恩情如生 就说 欸我怎么活下来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爸爸到晚上就会 复活回来 然后拿东西给我吃啊 那过了几年 这个悲女还嫁人 啊他常在家 那个 吉凶 哲语之 考教西业 到回家之后呢 他就说这个啊 我们家会出什么事 是吉的 是凶的 讲的都对 变成一个印度神童 这样的人物 就是讲 可以预知未来啦 那后来他还嫁人 也生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如果是甘宝亲生发生的 加上这件事又记录在这个 禁书甘宝传里面 那所以他的可信度 应该是蛮高的 他亲生发生这种 神诡异的事件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的哥哥啊 甘宝的哥哥常 病气已绝 几日不冷 那后睡悟 云见天地间鬼神死 如梦觉 不治之死 甘宝的哥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有冰死经验的人 就是说他已经断气了 然后他 就是看到了一些生死的事啊 发现活着就像一场梦一样 然后醒来就告诉甘宝 所以甘宝从此他就开悟 他就开始想说啊 这个世间真的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他不是那个我们一般就是 一般人可以经历到的 于是呢他就决定来写这个收审记 那当时有一个流言的人啊 他读他这个书啊 他就说啊 清可为鬼之董胡 董胡是先秦的晋国的一个史家嘛 那所以这个 呃 流言就说甘宝啊 你其实是鬼界的董胡 你是专门写鬼故事的董胡 专门帮这些神神鬼鬼呢造史 帮他们创造这个历史的一个文人 那这也就奠定了甘宝在智怪小说上的地位 那 那收审记当然蛮多故事 但最知名的大概就是这一则这个 定伯卖鬼啊 那这个故事我觉得也很 很 技巧的讲出了一个人跟鬼的斗智心机的可怕 他说南洋这个宋定伯 他年少的时候碰到鬼 那 这个鬼就直接跟他说我是鬼 所以这个鬼也是 第一个 讲话很白话 没什么心机啊 那 这个鬼就问说他是谁呢 那这个定伯也骗他说啊 我义鬼 我也是鬼 因为 你跟他说我是人 你可能怕鬼会害人嘛 这是我们普遍的想法 所以定伯第一时间可能也没有想到是 看这个鬼也是跟他诚实已告 那 诚实已告之后他们就说 我们都要去晚事 我们就结伴同行 那结伴的路上呢 这个鬼就 做了一个提议 就说我们这样 步行太迟 可共相 可共地相丹 就我们可以互相背对方 你可能想说这个好像是一个 鬼灭之刃里面的情节 就是哥哥背妹妹 对不对 变成鬼了嘛 那鬼就比较轻 那定伯就想说好啊太好了 我走了也觉得很重 那 这个鬼就先单这个定伯 然后就说轻太重 对你太胖 定伯就说没礼貌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定伯就说 跟他解释 就说因为我刚刚过世 所以我体重还在 那等到换他背鬼之后呢 他就发现鬼略无重 因为鬼是没有重量的 所以可以背着他跑很远 这样子 那如是在三 那这个定伯这个时候就问了 就说因为我刚刚死 但我不知道鬼怕什么 那你可以不可以教我一下 那这个鬼就跟他说 我唯不起人唾 我们最不喜欢人家 对我们吐口水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人家 对他吐口水 那他这边指的是说 你可能把我吐口水 我就会被僵住 我就被定住 我等于说这是鬼的克星 那定伯这个人呢 这个耍心机的人 他就默默把这件事记下来 那后来呢他们要渡 渡过一条河 那定伯就让这个鬼先渡 然后听他渡过河几乎没有声音 因为他没有形体 那换到定伯渡河呢 就潮萃作神 就是水就哗啦哗啦啦的声音 那定伯就说 这个又要跟鬼解释 就说因为我心死 所以我对这个 就是水性还不熟 那你觉得比较奇怪 那后来呢他们就终于到了晚世 那到晚世之后 定伯这个时候已经身心歹念 他就担着鬼 不让鬼放下来 那鬼就急了 因为很多人嘛 他怕这个 有人看出来他是鬼 然后呢他就变化成一只羊 那定伯就怕说他在变 他是在变 可能其他东西跑不见啊 或是变成那个像是 无禅那么凶的鬼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对他吐口水 那这个鬼就没办法再变化 然后呢定伯就把这只羊卖了 拿到千五千 就是我们说的一千五百元 应该不是台币啊 应该是铜钱 那币值应该也是蛮高的 所以当时流传的一个鼠言叫做 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定伯把鬼卖掉得到一千五 这个算是蛮有价值的 当然这个故事我觉得寓意很明显 他就是告诉我们 你不要觉得鬼可怕 因为有的人耍心机起来是比鬼还要可怕的 搜神记里面另外一个我觉得真正恐怖的故事 就是这个秦巨博 秦巨博他是一个就是六十岁的一个阿伯 那他常常晚上呢就是喝醉了 经过一个三神庙 然后他就看到他两个孙子来迎接他 那就很高兴了 没想到这个孙子在半路呢把他爆打了一顿 然后就跑走了 那秦巨博就回家找这两个孙子算账 然后这两个孙子就跪下来说 就说我们怎么敢对不对 对那个我们的阿公做这种不敬的事呢 然后他就想说 那我真的是夜路走多了碰到鬼了 那这个定伯呢后来他就想说 好我要来报复 我要来抓到这个鬼 然后他就有一日又喝醉 然后果然呢这个 他就有一天又喝醉 然后呢果然呢又看到这个两个孙子又来 他就想说好啊被我抓到 然后他就抓着两个人 就我想他应该力气很大 所以才叫巨博嘛 壮汉挟着两个孙子冲回家 然后发现真的不是孙子 真的是鬼变的但是一回家就变两个人偶 那两个孙子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就把它放火烧 就烧一烧呢还没有烧完 这两只就就跑不见了 那其实秦俊博到这边也就我觉得就算了啦 但是他就是很执着嘛 所以他就一定要抓到这两个鬼 然后呢他就开始好 常常好这个 揚醉 揚醉酒夜行 怀刃已去 藏刀在怀里 然后喝醉的在山上走 就想说再杜掉这两只鬼 要给他们报复 然后呢他这两个孙子就开始担心 就想说我们阿公对不对 常常被骗 那是又被鬼骗去怎么办 所以他们这两个孙子就想说好 我们真的去接阿公回来 没想到俊博一看到这两个人来 就马上拿刀把两个真的孙子刺死 这个故事其实可以跟定博卖鬼对照 一个是定博一个是俊博嘛 那但是俊博是结局是比较惨 就是说他们都对鬼有提防 他们都觉得鬼要骗他 但是呢在秦俊博这个故事里的鬼 是真的很狡诈的鬼 那第一次骗了他 然后第二次其实又在骗他之后 差点被报复 然后第三次导致说他把自己真的孙子害死 所以我觉得 这故事你如果说给我们什么寓意 我觉得他就是讲一个 当我们开始对人性啊 或者是说对神鬼之事开始怀疑之后 我们就会所谓疑心生暗鬼 我们就会产生很多怀疑 比如说现在诈骗电话很猖獗 那你如果一接起来一个电话 就算是你熟人 他如果说喂你好 他还没有说你是谁 你就想说啊又是来诈骗 你就直接把他挂掉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人跟人 或者说人跟世界万物的这种互信 他一旦失去了 他可能就没办法再找回来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OK 那如果要做个总结的话呢 甘宝的收成记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六朝智怪的作品 第一个是说甘宝这样的独特的经历 第二个就是说收成记保存的非常完整 那但是即便他保存很完整 你还是可以看到六朝智怪的一些特色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用这种史传的方式在写字怪 所以其实字怪呢是可以跟史实对照 他当然可能不是真的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甘宝叫鬼之动乎 就是说他用史家的方式很详实的计数了这些字怪 那第二个就是说智怪在六朝他的创作意义 其实是当成世人的谈话的材料 我们叫做谈知 就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啊不知道讲什么 就来讲一个跟你讲一个鬼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世人就说哎呦你这个没有很恐怖 我再跟你讲一个更恐怖的 所以这种彼此讲故事啊然后把它串在一起啊 这个其实不只是西方有所谓的十日谈 那或是什么坎特伯里故事集 那我们中国也有这个字怪其实是可以跟他相互回应的 第三个就是说哦 字怪他其实是一个蝉虫小语 就是说他的语言都很短 然后呢他不是很强调那个故事性的转折啦 所以我们现在读说真的你去看市面上这种 字怪翻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很好看啊 没有小说好看啊 那但是他是小说的滥想 所以后来影响到唐传奇影响到这个明清的戏曲传奇 然后影响到这个明清的这个小说 所以这个慢慢的发展呢也就有了我们后来的这个小说的盛世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肝宝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按赞跟帮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